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敏 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保罗他提到自己的侍奉 首先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做使徒的 那么我们知道做使徒要成为一个使徒 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也没有人可以封他为使徒 他必须是上帝选招的 除非一个人 他非常清楚明白呼召是从神而来的 否则这人绝对无法去承受做使徒的责任 保罗在整个的侍奉过程当中 他经历了诸多的苦难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就很清楚的写下了 他多受这个劳苦 多下煎饶 多受鞭打 被犹太人呢 鞭打五次 每次呢四十 减去一项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那么读到这里呢 这个过程的清单 我们就能够明白 若没有上帝的呼召啊 他保罗不可能经历这一切 而又不灰心 不伤胆 仍然是充满着盼望的 事实上呢 任何人啊 要走在这个全时间的侍奉的道路上 都需要呼召 有上帝的呼召 就有把握 也有确据 让你的心啊 就好像一团火一样 没有侍奉 能够成为拦住 明摆上帝的旨意 并且呢 要行在这个旨意当中啊 是非常重要的事 就比如说在婚前辅导啦 我都会问双方 是否呢 清楚这个婚姻是神的旨意 可能有些人觉得 哎呀 这个问题真是多此一举嘛 但是当婚后 你遇见的难处时呢 双方 当他们回想 当年神的呼召 还有神的印证的时候 无论现在的困难有多大 就能够呢 胜过 而且勇往直前 接下来呢 保罗 他也是按着 耶稣啊 生命的应许 来做使徒的 主的使徒 不但需要面对各样的劳苦 更重要的是 在他的心里 必须有真正的动力 这个动力就是爱 一个人可以经历 但若没有爱 就不可能坚持到底 也不可能坚持下去 保罗不但有神的呼召啊 也是呢 亲自与主面对面的人 他明白 也经历过主的爱 主爱在他里面 成为一个动力 耶稣的应许 在他的心中 成为有荣耀的盼望 一个释放主的人 听着 你必须要经历过主的爱 如果你在释放的道路上 灰心 伤胆 甚至感觉到 没有人能够了解 你需要做的 不是休息 而是呢 再次回到主的面前 重新思想 让主的爱 让主的爱 再次的围绕你 让主的爱 再次的充满你 因为唯有主的爱 也唯有你在主的爱里面 你才能够一次 又一次的被更新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感到疲倦吗 你应不应该 回到主的面前呢 再次的 回归到 他的爱里面呢 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 今天这个时候 我特别 要为在事奉上 灰心的人来祷告 求主的爱 四面环绕着他们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 我们要拆毁和粉碎 使他们沮丧的事 使他们沮丧的灵 求你 亲爱的主 你的爱 触摸在他们的心中 使他们的心灵 再次的被燃烧起来 让他们再次的 把下垂的手 高高的举起来 发酸的腿 再次的被挺起来 重新奔跑 感谢主 让他们能够 明白 清楚 上帝 在他们生命的呼召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字 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愿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